本身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当然不是按按钮 你如果希望从这边可以插入 使用者定义的这两个 那这该怎么做 第一个前面有讲过类似的 第一个当然来源有三个 月考一月考二月考三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制定函数呢 跟那个Sav不太一样 最大的不同就是说 Sav是直接就是什么 自动就是抓取你需要的这些资料 丢到你指定的位置 有没有 但是如果你是方弦的话 它的那个资料来源 是使用者给你的 所以有没有 插入函数的时候 第一个 你需要给一二三 那这一二三实际上就是引数 那引数就是在方弦后面那个刮符里面 你必须要定义一二三 OK 所以你就给他 给错了 应该是给一个 给两个 给三个 那你给了之后呢 他会把资料放在引数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在把引数得到之后 计算的结果 再丢给什么呢 丢给这个月考函数本身 那月考函数呢 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呢 再把它丢到他目前停留的这个储存格上面 就完成了自定函数的流程 所以这个可能各位不太习惯的就是说 原来对这个流程还不够熟悉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流程的话呢 要做一个自定函数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那什么时候需要自定函数呢 就是当你那个可能某个工作里面 每天都要用到某一个某一个公式 那公式太冗长了 你想说有没有什么简易的方法 可以让这个流程更简化 那当然你第一个可以想到的 你干脆就写一个自定函数算了 那如果每天每天用一次 其实你可以节省 算下来时间可以节省的非常多了 经常使用的这些流程都可以省 简化那怎么做 一特别注意哦 引数嘛 所以第一个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当然第一个呢 我们需要插入一个程序里面 记得选方选 名称的话呢 也许叫月卡函数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的结果会放在这边 大概长这样子 会有一个叫Public的Function 名称叫月卡函数 月卡函数是我们把它输入到那个格子里面的 那后面的话呢 月卡123这个是自己要打上去的 它插入一个程序之后 Function它顶多会帮你得到头跟尾 后面的部分你要自己去把它实做出来 哪些要做呢 一先输入引数 这个后面关乎里面就是那个视窗跳出来 123 OK 第二个 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的话呢 那你要把结果丢给谁 记得哦 把结果丢给月卡函数本身 所以我的习惯会先把月卡函数 这个名称复制 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的计算结果 那他丢给我三个资料 那我这三个资料呢 我可以怎么去把它拼凑出一个公式之后 再丢给月卡函数呢 那我需要的就是什么 第一个一样 当然这地方我用公式的方法就是先抓那个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放到这边来 当你可以直接这边打0.3 或者是你干脆直接去抓那个某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你也可以用range 哪一个range呢 D11 D11是比例 谁的比例呢 月卡一的比例 所以你可以乘上什么 乘上上面这个月卡一 加上什么呢 后面还没有 加上这个直接干脆 跟刚刚的方法一样 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range 去抓比例是这个 就是月卡二的 然后这边这个月卡二的比重 再来的话呢 一样 这个再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就是f 那这边月卡三 其实这个逻辑跟刚刚那个月卡其实差不多了 只是后面呢 他串完的结果 丢到前面刚刚是丢到某个储存格 直接就丢到储存格里面 那外面那会有个回圈 不过这里的话不是哦 他是丢到哪一个呢 丢到月卡元素本身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当然 他 就这样子的流程 一月卡元素跳出来 我给他三个 一 二 闪这个时候呢 他会丢到后面刮户里面的引数 那这个引数呢 在计算完的结果 你按确定的时候呢 他会丢回去什么 月卡元素 月卡元素现在的储存格呢 就会把最后的结果84.1 84.4丢到储存格里面 就完成了这个整个流程 OK 那向下填满 不过呢 他跟那个按按钮最大的不一样是 你要自己向下填满 那在sup里面是有回圈的 所以回圈的话就是把这个整个范围跑完 两者之间的差异 应该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那另外第1个 假设我今天呢 是用什么 月卡123 可是后面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 可是这样123月卡三次还好解决 可是如果10次20次 那你不是 其实不是你要怎么样 你要做 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 那不是一长串吗 所以如果说呢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123变成一个范围 诶 范围 那是不是说这个地方可以 变成一个月卡函数范围 然后呢 将来选就不用选三个 直接选一个范围就可以了 好 选一个范围 那可是问题选一个范围过来之后呢 其实我们 比较需要做的 最重要就是 多一个步骤 就是呢 你必须把它切割 因为它给你是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有三个资料 那你必须怎么样 多做个动作 就把它切割开来 其实 无论是以Sale VBA也好了 或者是说 其他的程式语言 像Python 都一样 反正就是 会有一个 清单 一个List 然后一样 会可以让你切 在VBA里面的 做法其实也雷同 那怎么做 一 我们 可以拿刚刚这个来 来改 像刚刚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了一个所谓的Function 是月卡函数 那我要把它改成月卡函数 范围 我把它Delete 掉 重做 其实呢 可以拿上面来改 我的习惯是按Ctrl 键 有没有 复制贴场 这个还蛮方便 你看我 其实一只手拿麦克风 都是一只手打程式 其实你说在复杂 真的 做对的 一只手就够了 你如果不会的话 给你十只手 你也写不出程式来 说真的 有人 打一堆 都打错啊 你干嘛 对不对 你就是要对的事情 做一次就好了 OK 脑袋清楚 比较重要 OK 有些脑袋不清楚的话 做了很多事情都是错的 反而更麻烦 你身边应该很多这种人 对不对 其实我宁可先 冷静一下 想一下 对策 我那一天才看一个那个电影 杀手保镖 刚好那个一个黑人 那个白人 刚好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是 很冷静 先要想清楚 一个是很感性 先做再说 两个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谁对 谁对 当然前提是 如果你要有计划 当然你要能够做 想的是对的方法 不过这个 这个当然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写程式也是一样 其实写程式就是 把你可能的所有流程 做一个 SOP 之后 把它叙述正确 没有BUG的输出结果 到你指定的储存格 就是这样而已 他可以做得非常复杂 其实一个程式里面的就是 很 复杂的一段叙述 OK 那你 所以你们要学的啦 就是怎么样 把一整串的过程 用一个 比较 就是用我们 VBA里面的叙述 把它呈现出来 就这么一回事而已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可能就要还是要 对这个规则要熟悉 像方炫 所以第1个月考 那怎么样把它变成月考 函数的范围好了 那范围部分的话 一 把这个名称 我把它复制一个 底线加一个范围好了 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把它加一个 月考 函数叫范围好了 因为来源 就是一个范围 那后面的话 月考 那我不用123 我只要一个 叫月考范围好了 我用这个月考范围 那特别注意喔 返环的话 这个上面是这个 下面也要一样 所以记得 把这个 下面的名称呢 也要改的跟上面一样 否则如果你下面没改到的话 它会漏接 为什么因为你的名称叫这个 可是你 却丢给月考函数 它就会漏失 那返环的话可能会是零 因为接不到 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 这个地方呢 本来它丢123 三个东西给我 那我刚好给 123 刚好match 可是问题来了 你现在是丢一个 一个东西给我 可是我却要把它切成 三个部分 那要怎么做 我的习惯啦 就是你要怎么样把一个 范围 变成 三个 三个格子里面的资料 把它切割开来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很重要 不过我发现坊间的 VBA书籍 讲的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里的话 我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其实也是 我自己把它 写出来 踹出来的 然后 因为方法很多啦 可是最后我都会选择一个 最简单的 所以我的程式都不多 但是呢 其实 都没有问题啦 OK 那当然呢 坊间的书籍为什么要写那么多 因为他赚稿费嘛 对 我真的很不明白 为什么 很多奇怪 明明不用写那么复杂 你干嘛把他写那么复杂 还有另外一点 坊间的书籍习惯用物件导向的概念 在撰写程式 我当物件导向的概念 当然相对的 复杂很多啦 我们尽量 我是没有用 非常复杂 物件导向的写法 是很直觉的写法 所以那你可以比对一下 也许你 写得出来 比较重要 如果管他什么 什么物件导向 最重要是你要能够把 最后的结果 呈现出来 所以我的习惯 什么 当 使用者 选了一个范围 之后 我就把它丢给一个 A A等于什么 A等于这个月卡函数 所以他丢 丢过来月卡函数 可是那个A里面 他会有三个东西 所以我要怎么样把第1个抓出来 第2个抓出来 第3个抓出来 那就可以注意 这个A要怎么抓里面的资料 他其实就是有那种 正列的概念 如果我把这个范围丢给A 那他的概念是一列 一栏 二栏 三栏 所以要怎么称呼这一个 其实就是A里面的 座标是 1 一列 有没有 一栏 这个就第1个资料 第2个资料怎么 顾名是 A 先什么 先列 再栏 那这个的话呢 A 1 3 有没有 A此类推 如果你将来有 列 可能不止一列 有第2列的话 那前面这个数字呢 也可以变动 OK 那这个其实就是二维正列 不过不用想那么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 怎么样把这个结合进来 我先把资料丢给A 那原来的月考一 他就是什么呢 A刮胡的 第1列里面的第1栏 一此类推 月考2的话呢 那就是 A1-2 所以1-2的话呢 就是这个 丢过来 把它改成2 然后后面这个的话呢 就是1-3 一此类推 其实这样的话 就 将来呢 就会跳 一个引数而已 上面有三个引数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呢 这边做完之后 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先丢给A 由A去做切割 OK 好 那来试一下 这边先清除掉 然后把它插入一个 范围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选一个范围给他 那你会发现的 选过来之后呢 他这个东西呢 在这边呈现出来 其实在 Excel里面呢 用大刮胡 中间加豆点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正列范围 第1个资料 第2个资料 第3个资料 那我们把它切出来 之后的话 按确定 理论上的话呢 应该会是正列 不过 结果 怎么是90 成绩错了 所以 一定是有 错误的地方 所以其实 写程式的话 一定要很专心 然后 不能一边写程式 一边讲话 一边写程一边讲话 就很容易就会分心 那我没有办法 我平常写程式不会讲话 一定是一边 所以 就是 那为什么会错啦 其实 常常一看我都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你们看好像都自己看得出来 所以其实就是细心啦 那很多其实很 就是 程式为什么不好写 大部分原因我觉得都是自己吓自己 因为其实你其实是写对了 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自己怕怕的 所以呢 明明就是这个地方错了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自己没信心 其实其实错了 就觉得好像自己写错了 其实没有那么 那么复杂啦 其实都是小问题 做完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你再把它打勾一下 他又更新了 没有 那就OK了 所以没有 没有那么 而且除错也 不是 太困难的啦 我觉得只要细心就好了 还有就是 可能你要脑筋要稍微 清除一点点 这样我想 写程式 实际上 会是一个很愉快的经验啦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 到 那个 愉快的经验的阶段 如果没有 那表示说 你们可能还用的不够多啦 那其实基本上对我目前来看 这些经验呢 都是美好的 而且 都是非常 愉快的 为什么 因为 我如果我要跳脱那种 土法链纲 那我势必就是要 写一点程式出来 规划我要做的后续的事情 就有点像 现在的农夫 全部都机械化了 不像以前农夫那么辛苦 那如果你要跟以前农夫那么辛苦 反正就是什么 记得以前课本里面写 什么 什么 谁知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跟现在好像完全不能类比 因为科技化的 农夫太多了 而且很多那个 念完博士之后 回去当农夫 你想说念完博士 然后回去当农夫 不一样 对 他用的方法 就跟以前农夫 用的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 包含所有的机器 机械化 做出来的米都可以得冠军 对 而且呢 用的时间少 他很聪明啊 甚至现在 连那种 国外还有 就是全部 机械化的 甚至呢 你可以把 那个流程规划好 那个机器 从 播种 到什么 除草 除草然后等等的那些都全部自动化 一个人都不需要 那你的东西都种出来了 那其实就是要利用这些科技 这些东西是一个趋势 没有办法 不可逆的啦 就像你用 像你说现在 习惯用智慧型手机 叫你回去用智障手机 送你都不要 对不对 为什么 什么都没有嘛 以前可能那个手机是真的打电话 现在手机根本不是 其实现在手机是一只电脑啦 而且他电脑 甚至他的那个中央处理CPU 速度比现在电脑还更快 OK好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就是说 这个地方 由 自定函数可以是一个 三个范围把它改成一个 一个范围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部分完成之后待会来看那个SAMIF函数 你赶紧